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在清晰陵的金龙玉 除了气势辉煌的光绪皇帝崇陵以外 还有一座猿寝隐藏在密林深处 这就是崇陵的飞猿寝 里边安葬着赫赫有名的光绪皇帝崇飞 踏踏拉式,真飞 今天咱们就借着光绪皇帝崇陵飞猿 聊聊这位紫禁城内的小主,真飞 不得不先提一句小主这个词 这个词听起来它萌萌的 又是最近这几年才流行起来的名词 很多人就认为这是个现代词 是宫廷系里编出来的 其实还真不是 在清代内庭中 工人太监称呼皇帝皇后皇太后为主子 称呼这嫔妃就为小主 其他宫的太监宫女称呼这些嫔妃 多加上封号如真主子,锦主子 自己宫的奴才们就直呼小主 真飞娘娘是户不是郎长婿的闺女 排行老五,长得乖巧,性格还爽朗 光绪十五年被选入宫 被封为真嫔妃,后封为真妃 那一年她十三岁,德宗皇帝十九 谁又能想得到呢 这个女孩她却成为了光绪皇帝一生的最爱 在光绪皇帝心中远远的超过了那正宫表姐皇后 叶和那拉靖芬和真妃的亲姐姐锦妃 皇帝的婚姻那都是政治婚姻 没有那个广图人家姑娘人好心灵美的那回事 可是啊,您说就赶上了 这胖乎乎的小丫头真妃啊 还真和这德宗皇帝就对上眼了 打发这么三天五日的 就翻这真妃娘娘的绿头牌子 有时候啊,还直接住进这真妃的井人宫 要说啊,这皇上爷们他爱啊 他真不一定皇后婆婆也喜欢 慈禧太后啊,他黑眼白眼就不带进这个真妃 这里边的原因啊,那可深了去了 我得给您啊,好好捋一捋 这其中呢,真有这真妃娘娘她自己活作的因素 真妃自幼,就随伯父广州将军常善一同生活 对外面的新鲜事物她了解颇多 性情开朗,性格又刚义 平时啊,对下边的宫女太监出手很大方 常常有恩赏 可是您知道这一个妃子一年的利钱有多少吗 三百两,就这点钱 您说能够哪到哪的呀 清末呀,他买官之风盛行 真妃在这里边啊,也看见了便宜 觉得这可是个赚钱的好机会 不捞啊,他白不捞 靠着在德宗身边得宠 开始帮人家捐官 哎,也就是买官啊 真主子是何能人物啊 绝不能啊,撒大网他拉小鱼不是 从真妃手底下走的呀 那可都是肥圈啊 通过真妃,广东海关道就放给了一个叫做耿九的人 鲁伯成功的谋取了上海道这个肥圈 这两个官圈啊 在我看呢,没有个十万八万的银子是下不来的 不但如此啊,某些风将大裂 也瞧出来真妃这股的枕边风的威力 争相着给这位宠妃孝敬 查有识据的啊,就有这河南巡抚玉长 给这真妃的孝敬贿赂啊,若干比 拿过来吧 这是怎么回事 禀真主子,这是内务府孝敬真主子的 这内务府还知道有我这个人啊 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吧 皇后那边送什么了 禀真主子,皇后那边没送 太后那边呢 太后那边也没送 那好吧,你们的心意我收下了 这大事有了,他小事也不少 例如穿了一件与进宫唱戏的戏子相同布料的衣服啊 用千颗珍珠制作披肩奢侈过度啊 还有,指使太监在宫外开设照相馆等等 得,这些呀,可就成了这慈禧太后 惩罚真妃的由头 这下子真妃可遭了罪咯 主板子打屁屁 天哪,不敢想啊 宫里头打板子呀 必须是板子倒肉 疼也就罢了 这羞也羞死了 不知道啊,会不会因为真妃是皇帝的宠妃 多加个恩赏 给垫个中衣什么的 总之啊,是挨了打了 这一点呢,在宫廷外岸里就可以查到 并且呀,还不是挨了一回奏 有说是三回的,至少啊两回 这还不算完呢 在康梁变法当中啊 这真妃他支持皇上维新 这下子,慈禧老佛爷正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 给关进了冷宫 北三所 一关呢,可就是三年 最后啊,还是逃不过一个死去 庚子国难那年 慈禧命人,把真妃啊 扔进了顺真门内的一口井里 德宗皇帝的这位宠妃啊 一命呜呼,香消欲损了 那么慈禧为什么会这么恨这个儿媳妇呢 真妃在扔进井里前后的细节呀 说法众多 哪一版又是真的呢 遗体为何又先葬北京后葬西陵呢 传说中啊 夜道真飞幕 惊心动快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 关于这位娘娘的故事啊 忒度,咱们一集啊 根本说不完 没关系,咱们慢慢来啊 得嘞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喜欢我的频道 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